Hello 各位高架子女孩 我是星红 男人对你到底认不认真呢 今天我要带你来了解 男人对你认真会有的 7个阶段和他所会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 男人对你到底是认不认真呢 和你们现在所在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联 他或许现在只是纯粹的 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你 并还没有对你产生很多的好感的话 那他对你的认真度 肯定要比他要追求你的时候 来得更加的少 所以从他喜欢你追求你 到和你告白这中间 我就把它分成了7个男人对你认真的阶段 赶快来分析他对你到底是哪一个程度吧 首先第一个阶段叫做like好感气 这时候的他可能对你的外貌 内在性格产生了一点点的兴趣 并不是真正的喜欢 他只是觉得挺不错的 蛮符合我想要的那个风格 或者蛮符合我想要寻找的那种对象 他觉得可能你很有趣 可能你很特别 想要深入的继续的了解你 这个好感气呢 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慢慢的去建立的 不可能在单单一两天里面呢 就可以达成的 可能你们已经当了朋友好长一段时间 当了同事一段时间 他才终于对你有了一点点的感觉 这个就叫做好感气 在这个好感气里面呢 男人对你的认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的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只是单纯的了解你 他就想要更加的深层的了解你 看看你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啊 有可能他只会聚会的时候找你聊天 约了朋友也顺便约你一起出去 就是一起当个朋友 远远观察在下决定 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wish 希望 这时候他可能跟你当了一段朋友 他觉得真的不错 我越来越想要跟他在一起 我越来越想要和他一起相处 我越来越想要和他一起享受 我们之间的快乐 我越来越希望可以保护他 为他付出更多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对象 我应该要付出更多心思了 这时候的他在心里面会有一点默默的改变 但是行动上呢 可能你会看到很微妙很微妙 根本不起眼 根本没有引你注意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他会开始探亲 你在过去是谈过几次恋爱呢 你和家人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刚刚买多了一杯饮料送给你喝 那你喜欢吃火锅呢 还是喜欢吃中餐呢 那你喜欢吃中餐呢 还是喜欢吃西餐呢 他会慢慢的默默的不经意的做出一点点小小的付出 但是并不明显因为他的内心还是有一点点的害怕的 所以他的这个转变呢 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是很难被察觉得出的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try 尝试 来到这里呢 他心里面的desire level 对你的欲望呢 已经逐渐的更加的提升了 这时候他说 我想要跟他尝试尝试看看 当个情侣 所以他就会偶尔约你单独出去 和你聊天 和你一起看电影逛街 做一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 他就要来尝试一下呢 和你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不是我心目中 真正真正想要寻找的那一个伴侣 但是他并不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心里面还是有点害羞 这个只是实验期 只是尝试期 他并还没有确认 所以呢 他有时候会找你 但并不是每一天都会找你 差别就在于 这里的尝试呢 是很前面的尝试的 这是在似水温 并不是说牵你的手啦 搭你的肩膀啦 摸你的头啦 因为这些已经是太过太过太过超过了 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来到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 want 要 我想要和他在一起了 这时候呢 他和你尝试了 有点暧昧了 他心里面更加更加的肯定 yes I want this girl I want her 所以他的内心呢 这时候才真正的开始对你认真起来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才是最关键 来辨认他到底负不负责任 到底对你是否真的真的很认真 他有了这个念头 有了这个意愿想要跟你在一起之后 接下来他就必须要 commit 也就是投入 这个阶段里面呢 你会发现他开始投入更多的时间 精神经历来陪伴你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会是每一天联系你 每一天关心你 每一天问候你 和你报备他的心中 他去哪里啦 他会给你更多的积极 他会变得更加的稳重 有什么问题都会聆听你 帮助你解决 当他对你投入了这么多之后呢 他对你的喜欢呢 才会逐渐的逐渐的慢慢的提升 这个道理呢 就在我之前的爱的影片里面讲过了 当我们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男人呢 对你付出了更多之后 他内心的爱的程度 也会更加的提升 他才会来到第六个阶段 也就是promise 做下承诺 这时候他才终于真正的 做下了那一个承诺 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这时候开始 你们两个才算是 正式的发展成情侣关系 他会正式的重视你们的关系 你们两个人都已经变成了 exclusive 唯一的关系 他应该要断绝 以其他有可能的暧昧关系 你也应该要对他忠诚 因为你们就好像已经签下了一个合约 要对双方来去负下责任了 他会开始照顾你 陪伴你 陪你上刀山 下火海 会为你做更多更多更多的事情 只要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而最终男人对你最认真的第七个阶段 也就是 Do 行动 说再多也不比行动来得更加的实际 他可以在第六个阶段和你许下的承诺 当了你的男朋友 但是如果没有第七个阶段的 Do 行动的话呢 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对你认真的男人 行动的意义就是在答应了你的承诺之后 他会去实现它 他会记得你的所有你的烦恼你的快乐 他会记得你想要的你不想要的 他会知道在我们吵架的时候 两个人要共同的去承担 他会知道当我们接下来面对的任何困难 都要手牵手一起去面对 这个Do 行动才是最终极来去辨认这个男人是否认真的 想要和你走一辈子下去 当然正在观看视频的你们 可能都卡在了好感期或者尝试期 这个男生有一点意愿 但是没有主动更加积极的追求我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如何让你喜欢的对象 主动的追求你和你发展成情侣关系 让他认真的对待你 他就马上点击以下的网址 来去参加我的培训班吧 在这个培训班里面 我会教你更多更深入的 如何去吸引你喜欢的对象 让他对你非常的认真 主动的一步一步和你发展成情侣关系 我们培训班上见 拜拜